中日上午連跑兩場北市行程 侯佑怡婷 藍營小姬 前任市長郝龍斌 前任市長蔣萬安也到場 指導柯文哲大本營 藍營打的是團體戰 然後侯佑怡貴中南部 然後盧雀營找好中部 不就贏了嗎 有那麼難嗎 超超康自信勝選不難 但選民結構早就在改變 北市基本盤傳統藍帶魚綠 已經打破 前立委蔡正元分析 連勝文選台北市長的得票 將是侯佑怡努力目標 連勝文落選 但拿下六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二票 已經算是近年 藍軍在北市凝聚力相對好的成績 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 韓國瑜人氣超旺 北市投票率達七十六趴 也只衝到六十八萬票 二零一八年和去年 北市都是三人出戰 丁守中得票五十七點七萬 蔣萬安也只有五十七點五萬票 這次總統選戰 侯佑怡想要突破連勝文 甚至是韓國瑜防線 學者並不看好 台北市的選民自主性極強 他其實不會受到 政黨認同的一個羈絆 柯文哲基本上 他的一個口才變級 然後他的議題操作能力強 侯友宜他自己本身 政治魅力不是那麼特別的強 而趙康基本上跟他搭配 也只能夠固守藍軍一個票員 號召知識藍 經濟藍歸隊是侯康佩 初級首要目標 但在侯友宜本命區新北 想守住連任時的一百一十五萬票 也有困難 回顧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 蔡英文在新北市 占獲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九百三十六票 大勝韓國瑜超過四十萬票 萊青德他是萬里出身 在新北可能也會有相當程度的一個 被支持的一個力道 如果侯友宜今天定調 要主攻萊青德的話 在攻擊的深度上面去強化 桑卡都政局 誰拿下雙北離總統府就不遠 但領袖魅力解決問題的魄力 都將被選民嚴格檢驗 三零十五 黃金城 溫文宣 台報道